第十七章 清理阶级队伍 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 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说 清理阶级队伍 要搞叛徒 特务 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 递 负 反 坏 右 分子 清队是用政权的暴力 对所谓的阶级异己分子 进行一次残酷的清洗 受害者主要是历次政治运动造就的 政治贱民和国民党政权留下的旧人 清队全面开展是在1968年 正是毛泽东要求尽快实现大联合 重建新秩序的时刻 群众组织中出身不好的人 虽然出身好 但是阻碍重建秩序的人 也都成了清队的受害者 第一节 清队的指导思想和法律依据 1967年1月30日 毛泽东对谭振林 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告批示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值得一跃 党 政 军 民 学 工厂 农村 商业内部 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 右派分子 变质分子 此次运动中 这些人大都自己跳了出来 是件大好事 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 彻底批倒 然后分别轻重 酌情处理 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 谭振林的意见是正确的 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 引起警惕 全国各单位领导人 按照这个批示 用阶级斗争的眼光 审视职工 审视旧社会过来的人 在以阶级斗争为刚的年月 必须坚持不懈地狠抓阶级斗争 在执政者的眼里 到处都是敌人 清理阶级队伍 就是对敌斗争 1968年2月9日 我作为新华社记者 到天津新港采访 这个港口在1967年4月3日 进行了军管 军代表向我们介绍 新港是由1949年以前 17个旧企业合起来的 经过美 英 日 国民党统治的港口 有中华海员特别党 国民党 三清团 新中协会 共济会 等多种反动组织 解放前夕 很多坏人混进了港区 刘少奇路线 招降纳畔 敌委人员全部留用 1962年 又把社会成分 十分复杂的 5000名搬运工人 全部纳入港口 目前还有敌委的 军 警 县 特 反动会道门等 反动人员1800多人 占全港口 7400名职工总数的 25% 其中混入党内的 313人 占现有党员人数的 19% 军代表认为 文革中的种种问题 派性斗争 港口停产等 都是阶级敌人造成的 他向我们表明 对这些人 要认真查明 彻底批倒 其实这些旧社会 过来的人 已经受过多次的 清理和打击 绝大多数 不会对社会 构成危害 自1966年10月开始 批判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以后 各级政权瘫痪 社会秩序开始混乱 有些犯罪分子 冒充红卫兵 以扫私旧 抄家的方式 入室抢劫 即1967年1月25日夜里 合肥市就发生 这类抢劫案 27起 被抢劫37家 受害人 都以为是 红卫兵扫私旧 不敢反抗 不敢报案 即使报了案 也没有人管 有三名省市领导人的家 被冒充红卫兵的劫匪 以抄家的名义 抢去了财产 4万多元 一位副市长 稍有微词 就被打伤住院 一时间 分不清 谁是红卫兵 谁是入室抢劫的 犯罪分子 1967年初 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秩序 毛泽东提出 要搞几条线 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 通过了一个文件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中发6719号 即公安六条 这个文件于1967年1月13日 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 这个文件认为 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就不可能实行人民群众的大民主 公安六条第一条就规定 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 放火 放毒 抢劫 制造交通事故 进行暗害 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 理通外国 盗窃国家机密 进行破坏活动等 现行反革命分子 应当依法惩办 公安六条规定 第二条 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 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 写反动标语 喊反动口号 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 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 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 应当依法惩办 第四条 地负反坏右分子 劳动教养人员和 行满流场就业人员 反动社团骨干分子 反动会道门中的小道手 和职业半道人员 敌尾的军连长以上 郑保长以上 警警长以上 县县兵特特务分子 刑满释放解除劳教 但改造的不好的分子 投机倒把分子 和被杀被关被管制 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 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一律不准外出串联 不许改换姓名 伪造历史 混入革命群众组织 不准背后操纵煽动 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 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 要依法言办 第二条 是以思想和言论定罪 不能攻击污蔑的对象 除了毛林以外 在执行中 还扩展到周恩来 江青 康生 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 第四条 将专政对象 扩展到21种人及其家属 这是一部恶法 这部恶法成为后来 清理阶级队伍的法律依据 1967年11月至1968年4月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在各省开展试点 1968年5月 运动在全国推开 1968年4月29日 著名思想者林昭 在上海被枪杀 用他的鲜血 为清理阶级队伍祭旗 1968年春发表的 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为清理阶级队伍 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这条指示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 和一切剥削阶级的 政治大革命 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 广大革命群众 和国民党反动派 长期斗争的继续 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斗争的继续 1968年10月 正在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 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访华代表团团长 巴鲁库等人说 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 我们不说最后的胜利 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 不能丧失警惕 这些人还在 这个阶级还在 大陆上有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 或者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 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做了清理 在过去 一些工厂主要领导权 掌握在这些坏人手里 新华印刷厂有四朝元老 北洋军阀时印钞票 日本人占领时也印钞票 以后国民党接管了这个工厂还印 解放以后帮我们共产党印 里面主要的人没有动过 这次运动了他们 不清理不得了啊 有些国民党的中将少校 摇身一变变成工人了 什么少校 中校 卫官多得很 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 自己清理 自己暴露 拿弃义人来说 坏人大概千分之一 这是指敌我矛盾严重的 广东清除出来的 包括国民党士兵 宪兵 警察 国民党军官 国民党党部的人 三清团 一贯道 大体清理一下 有四十万人 广东省有四千万人 四十万占四千万的百分之一 这四十万过去当过国民党的 宪兵 警察 党员 不都是坏人 如果按照千分之一来计算的话 四千万中有四万人 大概还有半年到一年搞清理阶级队伍 整党 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 十年到二十年 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 毛泽东在1968年10月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 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 我们讲要搞到底 什么叫搞到底 这是一个问题 估计三年差不多 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 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 清理阶级队伍 整党 精兵检政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1968年10月31日发表的 《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称 必须继续在工厂 人民公社 机关 学校 一切企事业单位 街道等各个方面 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 反革命分子扒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